昨天32岁的华裔女地产商王秀玲 就是在这条看似平静普通的大街上 遭两名枪手连开至少五枪夺命 而这段由民众所提供的行车记录器画面 除了拍到死者与孩子上车的最后身影 也清楚听到六声枪响 还有更重要的是 拍下这辆可能是两名枪手的摩托车 飞奔逃走的经过 虽然未能清楚拍到枪手所驾驶的摩托车牌 但警方表示会调阅现场附近一带的 闭路电视画面追查枪手的下落 另外针对外界流传的各种枪杀案动机 死者的二姐受访时一一作出否认 表示死者两夫妻都是从事正当生意 并非如外界的流言飞与止的从事不法活动 而且也绝不会是妹夫买凶杀妻 各种状况在外界的发生